把鸡蛋倒滚烫的油锅里面炸一下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家常美味 很多人都吃过啊 只是做法不一样 今天分享韭菜炒鸡蛋不一样的做法 下面请看我的操作 我们最好选用这种小叶子韭菜 小叶子的要比大叶子的韭菜更香更好吃 清洗干净的韭菜放到案板上 给它切成比较短的寸段 无视频中这样操作 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做什么 吃什么可以关注一下 到我的主页里面找灵感 非常感谢 搞几颗大蒜头 给它切成片 直接和韭菜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再来一点干辣椒 直接加入一勺盐增加底味 加入半勺味精 再来半勺鸡精增鲜 取一个空碗 往里面打入四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充分给它打散 搅拌均匀 备用 这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首先起火热锅 把锅给它干烧 烧到发红发烫的状态 然后加入稍微多一些植物油 勺子推动 让油受热均匀 加快升温 油温到达六层热的时候 我们倒入刚才搅好的鸡蛋 鸡蛋倒进去遇到高温 瞬间膨胀 非常的好看 勺子推动 让它受热均匀 比方粘底糊锅 把鸡蛋炸到这种淡湿的时候 我们给它倒出控油 这道菜非常好吃 强烈推荐你们在家里要试一下 不需要洗锅 重新加入适量猪油 加点猪油 炒出来韭菜更香 更滑口 再来点菜籽油 两种油混合 炒出来菜特别香 特别好吃 大家可以试一下 把油温升到很高 准备一点清水 左手拿韭菜 右手拿清水 同时下锅 这个时候一定要开最大火力 给它翻炒 全程不剪辑 不快进 视频的时间 也是我炒这个菜的时间 大家接着往下看 炒了15秒左右 我们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蛋 前面我们直接把盐味 放到韭菜上 是为了缩短炒制的时间 好 大火翻炒7-8秒 就可以出锅 装盘 以下是技术总结 第一 小叶子韭菜要比大叶子 更香更好吃 第二 炒韭菜 盐味要重一点才好吃 第三 火要猛 油要狠 韭菜炒鸡蛋 技术总结完毕 你学会了吗